著名中医尼海夏36条阵言 中医大师尼海夏在美国敢与西医PK 不采用任何西医检测设备和方法 通过望、闻、问、切准备判断患者病情 特别擅置西医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 如他治白血病无意失守 治心脏病手道病除 治愈癌症不计其数 一、当医生首先要知道何为健康 而健康与否是有六大标准的 连何为健康都不知道的 不用谈医病人 二、中医生理学需以内经为主 用药以本草经为主 开放以伤寒杂病论为主 至于我本人 尼海夏的房子以汉糖两朝为主 三、感冒在三天内没一好的 中医再回去多读书 现在的很多中医治疗感冒 费时一周以上 其实病人往往都是自己好的 四、善用众警方的方是金方家 不能用麻黄、贵枝、父子、石膏 噪音、销、黄、干碎、乌头等的 且视之如猛虎的 就是温宾派或学而无成的金方家 可惜上海是温宾派的大本营 用贵枝都要4.5克起 用麻黄还要密制的 五、金方之所以强过十方 宋元明清一将 因为其效果宏大又迅速 疗效是医学的灵魂 六、十方至清朝夜天室 吴唐 温宾学大起 伤寒六经辩证被魏气银血论取代 自此又要清零或称不痛不痒 从此已降 人多以为中医实体二实体 半年一年为尝试 金方家之一计之二计以自此示威 七、一种学问不以时间上的金鲜代为进步 不以越变越复杂为进步 而以实际效果为主 智得又快又好的方式王道 实用主义是 对大众最有益的主义 其他的主义都是糊弄人的 八、补能练血 没事别补 保持心情愉快 天天大变 饮食正常 就是健康 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绚人耳目 做植物点很好 但做要点则嫌其杂 后人耳目多绚 以为多就是进步 心就是好 学者当以神农本草经为主 熟练后再谈其他 燕哥说 本草纲目是博物学著作 不是医学著作 十、女人 女子织精华上行为奶水 下行为月水 逆流入心 肺、水则为红斑性狼疮 肺癌、血癌 基于乳为乳癌 十一 C型肝炎不是肝炎 而是感冒病毒入了肝脏 所以治疗C型肝炎的症状 是一路一回去 从绝因至到太阳 症状是逆着走 我对你先生的拜扶 即从这里开始 这才叫发人所未发 十二 不论西医中医 温病派也罢 经方派也罢 开刀 放射线 气功都行 若不能令人双足发热 睡眠正常 食欲开 二便利者 就是不行 反之就都可以做 也就是达到前面所说的健康标准 十三 中国文化要顺天应人 调和阴阳 中医亦如此 西医反之 甚至要取上帝而代之 所以西医惯于 醇化与分离 不用天然物 而高纯度的物质 对人体不只是负担 而且有害 所以 中医会直接 煮金基纳树 树皮熬汤喝 西医则是 提炼奎宁 中医直接用青蒿 西医提炼青蒿素 十四 试问青蒿和青蒿素 一样吗 柳丁和维他命C一样吗 天然物对人体伤害小得多 事故西药对人体伤害大得多 因为太纯 凡是人做出来的东西 大自然不消化的 宝特瓶极为一粒 类推脂 纯化药物会在肝肾堆积 萃取的不一定是精华 往往还 是毒药 关键在于人体能否消瘦 十五 传统中医学 强在以简欲凡 辩证论治 根本不在乎病名 端在医者运用存乎一心 当学者以为中医药点越厚 及时进步 并离论述推陈初心 及时进步 则限于西医科旧而不自知 殊不知 中国文化强在归纳法 故万变不离其宗 而吸血重在演绎 所以书本越来越厚 病人越来越多 所谓治者求同 愚者求医 好的中医看病是在用归纳法 而西医看病却在用排除法 西医的病名已经太多了 今后将更多 16 西医是微观医学 会走入死胡同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子宫坏割子宫 肝坏患肝 不行的 试问头坏脖子坏 是否砍头疗之 现在西医也意识到了这种弊端 可惜他们在局部医学上 走得太远了 回不来了 17 西药的副作用 远大于其疗效 偶发急症用之则渴 常治不宜 我们的西医只会给你讲疗效 压根不提副作用 18 一种药要吃一辈子 才能压得住症状 就不算治好 以此观之 西医的不治之症太多 如果西医对你说 你需要终身服药 这意味着你的病 他们治不好 你永远是个病人 可怕的是 这句话西医说得越来越频繁了 19 当西医说你是遗传 是过敏 表示他在胡扯 以掩饰其无知 方生 这还是被普遍认可的胡扯 20 西医药点越血越厚 并明越取越多 此非进步 乃无用之象征 21 中医是科学 西医是科技 22 中医的重点是研究神 极内涵 西医则是行 且微 观 越钻越细 23 中医是数千年下来的实验科学 对象是人 把人当人 西医是近百年的新兴科技 对象是鼠 把人当物 现在中医大学里的老师们 把数千年在人身上用之有效的方子 放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 以此来获得一些数据 说明这方子确实有效 这是一群多么滑稽可笑的老师啊 24 中西医的核并不可能 因为风马牛不相及 除非中体吸用 也就是说 由中医来诊治 西医负责之前之后的检验即可 方生 那样的话就是西医辅助中医了 可是中医大学的老师们 一再给他们的学生强调 中医只是辅助性医学 25 西医打压中医 不幸中医 却打听中医的药来做抗菌试验 因为西医的治疗方法实在是捉襟见肘 他们前驴即穷的时候就会如此 26 西医研究中药的方法根本上就是错的 因为中药的作用原理和西药完全难缘被折 27 西医的牙科 眼科 伤科可以看 但内科不行 严格讲 中医的商科也比西医好 因为西医钻研的是人的型 人体局部的无关大局的问题 他们可以胜任 28 西药师快大饼 由药厂研发 送好处给医生和卫生署 医生帮他口舌 卫生署快速核准 由人民纳税的健保医保前付给药厂 这就是利益书送三件课 每年的大小医学会议都是西药厂赞助的 血压 血糖的标准也是他们知识制定的 这一切的背后是联系广泛的庞大的利益集团 29 破坏 打击中国文化不遗余力的多是中国人 自古而然 当今游猎 一知半解 重养媚外 破坏心理 外加自虐心态 促成了这一切 30 医生必须诚实 不会治 不能治就要明讲 31 我 你还吓在美国从不参加party 不学做人 不交际应酬 全新研究上述几本书 指中医经典 所以才能如此之强 愿学者与我共勉之 我观察到的很多名医 钻研经典的没几个 拼命出书 四处演讲 俨然一个社会活动家 32 优良的中医筛选 只能用比赛的 只比谁治得又快又好 其他不用多说 如果能治得又快又好 我就认输 并拜他为师 还会到处宣扬其医术 不分何种派别 中国的筛选就比较复杂 其中的是级 省级 国家级明中医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不明就理的大众 也就傻乎乎的认为 他们的医术水平 是市优 省优 国优 33 我本来要训练美国人 当金方家 比中国人更懂金方的使用 让中国人到美国来 跟美国人学中医 没办法 鉴于中国人 现在崇洋媚外的特性 这也不视为 一个振兴中医的方法 34 我质疑得血癌DR1 在美国只收他 1250美金 四星期治豪 质疑心肌梗塞教授 只收他3500美金 许多美国人都说 太便宜了 我总想医着父母心 不愿提高价钱 反而是许多中国人 嫌我的妖怪 吃西药一辈子都愿意 吃我的中药几天就要治好 如此中国人就是贱 前辈砍了两刀还叫好 这种中国人 我永远不会给他折扣的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西西药已经成了一种信仰 不过这是标标准准的迷信 35 少有中医师 愿意将苦心研究出来的药方 公主于世 所以必须重赏 由国家出面研究此药方 再卖给民众 不可游民 游民间企业 未知 免得富人偿命 穷人短命 36 现在的中医 是中医西医化 说好听是科学化 实际上是西医化 怎么没本事 让西医中医化呢 中国人可怜啊 中医界极缺人才 中医的教育 有很大问题 我们的中医药大学里 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 正在教授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庸才 六分之六